欢迎收看QT卡卡 调酒巧巧的事 我是卡卡 我是Vincent 今天你又有什么问题 对了 卡姐有问你一下 就是上次有一次我去一间酒吧喝酒 然后我点了一杯 Old Fashion 发现他们做的时候是用糖水下去做的 这样子的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因为你以前教我的方式 都是用方糖加骨筋下去做的 其实调酒呢 手法没有分对错 只是每个调的是想诠释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假如我是使用糖水或糖液的话 那一定是它那个糖是特别制作过的糖 它可能有混糖 比如说用二砂加白砂 然后也有可能是用国外的糖 然后也有可能是它在熬制糖的时间 有给它浓缩 所以它糖液的含糖比例是偏高的 可是它可以很精准的去下它要的甜度在哪里 糖的话呢 它有很多种风味 所以其实有时候调老师会利用糖来玩风味 基本上呢 糖有分白糖 红糖 黑糖 二砂 邦糖 鹦鹉糖 墨西哥有鸡测糖 糖其实有白白种 然后也有那种我们自己做的香草糖 调酒的时候你选用什么糖去制作你的调酒 它出来的风味其实落差性会非常的大 那很多调老师往往都会忽略到糖这个细节 都会觉得说不就都一样吗 但是也有一些调老师他会选用自己混糖去做成调酒 那一般其实我们在做一些经典调酒 比如说像Ginpeace 然后还有金蕾那种需要加少量糖 然后你又不想化水量太高的话 有一些店家也是会直接加砂糖下去 然后就直接学客毒 可是那个就是功力非常好 但是它喝出来的那种酒的香气会非常的清香 就是天然的糖的香气 现在拿欧贝学拿比喻好了 你今天使用斑糖 鹦鹉糖 然后黑糖好了 它做出来的风味都会不一样 然后包括说你在有没有注重它融化的程度到哪里 所以说其实呢在调酒里面 糖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酒要调的好喝 那你要非常了解说在做这杯调酒的时候 你想要用这个糖来诠释它什么样的风味 而不是说我前辈就教我这样子啊 就是500的水 500的糖 啦啦 然后调酒的时候就是下20ml 30ml 但是你在煮的过程之中 时间掌控性跟温度的掌控剂 也会去影响每一批糖水做出来的落差 那聪明的调酒师他是会选择说 想做这杯调酒的时候我想用红糖来诠释 还是说我今天做all fashion我想用斑糖来诠释 因为我就是希望这杯酒干净 不要有太多的味道 聪明的调酒师他会选择用对的糖 去制作非常一杯好喝的调酒 然后假如说像你就是刚开始在学的时候 可能你会有很多疑问说 诶 怎么每个店家加个糖都不一样 它到底差在哪里 其实就是差在风味性 就是一些小细节里面 看现在有些经典调酒里面是不加糖 反而是用一些利口酒去取代的 那我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吗 像利口酒啊它会有很多家厂牌 那你可以去先选择说拿一下厂牌的利口酒是你喜欢的风味 有一些厂牌呢 它的利口酒会很甜很甜 然后软 还是说今天是选用比较不拽的清酒 是属于比较甜的清酒的话 那你在利口酒下的时候 你就要去注重它的下的那个剂量 而且每个厂牌的利口酒 它的甜度跟酸度都不一样 我会建议你就是在选用利口酒来调酒的时候 你可以先选择你喜欢的厂牌 它是比较不偏甜的 然后你选用的基酒尽量也不要挑甜的 就挑转一点的 然后再接下来是它里面一定会下到一些果汁的元素 你也要去注重说你今天的果汁 比如说像柳橙吃好了 有时候肠肌是比较偏甜偏酸 葡萄又也是一样 那我们要学会去修我们的酒谱 之后调出来的味道全是就会刚刚好 就自然而然用酒的甜分去取代 然后再用水果的酸分去融合 那它喝起来也会是一杯非常舒服 然后又起床的调酒 有时候调酒都是一个味觉 就很像厨师一样 就是要去平衡它那个风味 而且那我今天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频道上学到很多调酒的小技巧跟知识 最主要就是一个概念 元素的组成啊 它的结构啊 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材料 然后用什么样的技巧 然后去制作出一杯非常好的鸡尾酒 那各位观众朋友 假如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咖咖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的话记得要 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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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